改生码 第一个就是要查出屋住在台北的同学 找到以后就要把电话前面加个2显示出来 那怎么样加个2显示出来呢 其实就变成说要去组合那个电话 那怎么组合呢 其实这里他这边教我们就是说 把最后面的7码 再加上前面加上02-2 把它组合起来 不就是刚刚好会多一个2吗 不过大家有同学想说 这这么麻烦干脆怎么样 直接在这里打个2这样不就好了吗 问题就解决了吗 两笔 这样就最短 蛤 怎么 没有 可是这里只有两笔当然这么简单 可是实际上如果将来你要处理的不是两笔 可能是两百笔 两千笔 两万笔 那你刚刚这样子打这个2的话就很麻烦 假设说你会用函数一下子就解决了 好一下就解决了 这地方不是要你直接这样 好 那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先查出 查询里面 先加上学生的基本资料 然后呢 加入几个栏位呢 一样 跟刚刚好像一样 学浩 姓名 住址 这三个栏位 接下来呢 我们在住址的地方呢 先查出 是 住在台北 那怎么知道他住在台北呢 这里哦 就是用 Labs 其实哦 除了用Labs之外 还有Like 也可以啦 这里哦 提供各位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Like 最早 我刚刚有讲过 就是Like Like 如果要查出 住在台北的话 Like 怎么做呢 Like 然后呢 台北 然后呢 C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查 有没有 把它查一下 诶 台北就出来了 那 这个地方 除了用Like之外 还有没有 还可以用Labs Labs 在课本里面的 五指五指九的下面 Labs 住址 豆顶二 等于台北 不过 这个方法 比较麻烦一点 好 那第二 这里我想 你们就参考 我想这边用 先用Line 那另外 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可以再试试看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新增一个栏位 就是电话部分 那电话呢 电话 台北电话生码 我要做一个栏位 这个地方的话呢 按右键 显示比例 做一个栏位呢 那这个栏位 就是先输入栏位名称 这个栏位 好 那栏位名称 好了 改成英文的 帽号 好 这边注意 帽号一定要用半型的 接下来呢 方引号 先给它 02-2 这个是开头的部分 02-2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碰一个 end 这个符号 有没有 就shift加7 这个符号呢 就是把两个文字 串在一起的意思 接下来呢 后面就是 writ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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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 再中瓜 给它这个电话 叫7 所以再出入这个栏位 叫做变化 然后这边的话 后7嘛 所以就做点 可以 这样就可以了 它就会把后7的结果 找到的结果之后的话 再加上02-2 把它组合起来 按一个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 哎 最后找到的 就会是像这样子 两笔资料 并且呢 出来的结果就是 02-2开头的 2开头 这样就好 好 把它储存 存档的名称呢 就把它改成 这个25 在5-59的最下面 查询25 台北电话声码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 好 感谢观看